来到了广州一定要领略一下广东人的早茶文化 广东人喝早茶可以从早上一直喝到中午 吃点心不用吃中午饭 早茶很多人这里 我们进去尝一尝广东人的早茶还有点心 广东人早茶的点心也是非常的讲究 制作的过程可能没有几个人见过 吃的人可能吃的不少 我们今天有幸能到后厨这边来现场 看一下他这个点心是怎么制作的 现在呢制作的是我们这个店的一个招牌菜 燕麦包 先给它搓面团 有什么意思 这边费市场 我没了 对 好吃 这个是什么丝啊 银丝酱 银丝酱 酱 银丝酱 弄好以后放到烤箱里面 现在包的是叉烧包 哇 这个出炉了 哇 好简啊 这个颜色好看啊 哇 这个圆盆 还有这个燕麦包 叉烧包 虾饺 这个红米虾肠 南瓜粥 这个是猪杂粥 哇 还有广东的特色产品 这个是糯米鸡 凤爪 哎呀 青菜 哇 这个排骨 漂亮 还有我们的海鲜 青口螺花螺虾 还有太蓬生油 谢谢我们的虾饺 谢谢 卡高 先买叉叉叉 尝一尝虾饺 好鲜啊 好鲜啊 这么多好东西 好 好 这个 十大天王 这个十大天王 十大天王之一 凤爪 对 凤爪 白骨 白骨 虾饺 虾饺 好 叉烧包 叉烧包 等一下吃 来 尝一尝这凤爪 嗯 那怎么样 嗯 这个很软燃 这个很软燃 对对对 很软燃 对对对 很软燃 对对对 六口极化的那种 六口极化的那种 好 那排骨是新鲜的排骨 好谢谢 好 现在都麻不过来 但是我先吃 你吃 我再来试一下 尝尝这个叉烧包 尝尝这个叉烧包 十大天王之一 嗯 嗯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每天现出了这个 嗯 嗯 味道很正宗 每天现 每天现 黑白骨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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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枸骨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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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骨� 里面好像有蛋黄 对蛋黄 鸡 鸡 鸡 这个得好 好好的 不能看得烂费的 有香米 香米的香味 香菇 还有蛋黄那个香 我们那边粽子有点酱 看懂 咱们这个点心客人来吃是什么价位 全国的12块8 点心? 全国都是 都是一个价格 周也是吗? 都是 哇 好划算啊 四辣天盲目一样 都是12块8 12块8 对啊 划算了 划算了 是啊 一抓吃下来 买把块钱 五六个人可以吃饱 一把来外加 而且主要是点心还那么丰富 我们还没叫完 还有很多很多 而且我们都是现做 都是现做 所有的点心都是现做 没有办成的 没有 厉害 欢迎大家多来试试 对 大家来到广东 有点儿肯定是我们广东人的脚茶 对 就是领队一下我们的脚茶文化 非常有意思 这才算来个广东 对 我也是多姜农夫 我品尝到这么多厉害的广东人 点心啊小吃啊 还有这个脚茶 常来就好 这个常来 欢迎常来广州 对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 大家好我是六 大家好我是华杰 六哥我们今天搞什么呀 你猜 这个是什么米 糯米 糯米 糯米能做什么 糯米能做的东西可多了 今天我们原地去猜 就在这个山里面 那边不是很多竹子吗 对 我们今天搞个竹筒饭 竹筒饭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竹筒饭 真的没吃过吗 真的没有 那就准备 我让你尝一尝 今天有口福了 先把米给泡一泡 好 先倒米 好 花姐 这个米我们先放在这里泡着 就放在这里泡吗 对 好的 它泡不了 我们去看竹子 好 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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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做竹筒饭之前先要把竹料切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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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入一些水 酱油 放入鱼 就放入鱼 炒到鱼 就这样 塞住 花姐你负责看火 好的 你让火面了 钱交给我 你放一切 我打开闻一下 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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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可香了 花姐 好了 好 花姐 哎 这个更亮 真的 哇 这个不要太亮了 我拿到里面去吃 好 小心烫啊 好 这样可以开吃 你看这个 哇 这个真的不要太亮了 嗯 香 香不香 香 你第一次吃竹筒饭有什么感觉 香 好吃 因为我还第一次知道 我还第一次吃这个竹筒还可以这样子烤饭 竹筒饭够香 我吃了 这个有点咸哦 如果烤到有一点点糊的话 那个像锅巴一样要掉了 嗯 你太會搞野了 太美味了 放點鍋巴這個很香 太棒 好香啊好久沒吃 好